华为展示新肌肉 于成东正督促胎机店要在欧洲开更多旗舰店 近日,华为还在IFA2020开幕活动中举办了名为对欧洲的愿景和承诺演讲 虽然没有按照惯例带来一年一度的麒麟9000旗舰处理器 但华为还是斩钉截铁地公布了自己在海外市场的战略扩张计划 直白点来说,新旗舰店和零售店的开业不仅创造了不少新就业机会 还会将华为在欧洲的形象继续树立 一举两得,将与华为Mate40系列一同登场的麒麟9000将采用台积电5纳米工艺制产 鉴于美国最新的禁令 9月15日之后,台积电将不能再为华为出货 因此该公司现在正协调产能,开足马力为华为生产 所以,华为的毅力不到建立在通过尖端技术和诚意十足的产品打动市场和合作伙伴 让他们与华为生态密不可分 华为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在世界各地拨洒自己的种子 待生根发芽,根漫遍地,向阳而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